这种鲤鱼在寒温带暖温带等气候条件下都可以生长 它是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培育成功的鲤鱼新品种 它就是松河鲤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松河鲤养殖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精英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千百年来美丽的松花江不但滋润了浪漫的哈尔滨 在江北还养育了一个平静秀美的小渔村 在那里大大小小错作有致的渔池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其中有一种铁形大异于饲养抗逆性强的鲤鱼品种更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这种鲤鱼不但肉质细腻味道鲜美 而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饲养 尤其是和寒冷的北方地区 说了这么多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鱼品种呢 我们一起到鱼村 看个究竟吧 这种鱼叫松河鲤鱼 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遗传育种研究室培育成功的鲤鱼新品种 为了更近距离地观察松河鲤 我们把这个好动的大家伙 请到鱼缸里来看一看 松河鲤的长相可算得上有特色 它体侧高 松河鲤头部较小 眼睛较大 上下额可伸缩 稳顿而远 松河鲤全身覆盖鳞片 维柄短而宽 体侧到背部呈现棕褐色 腹部浅白黄色 体色也因不同水体而略有变化 为了更好的养殖松河鲤 一定要细致认真的 掌握它的生活习性 松河鲤的生活习性主要包括 室温性 杂质性 耐氧性 等方面 松河鲤的生长温度为 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 最适宜生长温度为 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 如果水温高于30摄氏度 生长速度反而下降 水温低于14摄氏度的时候 摄氏量减少 4摄氏度到6摄氏度的时候 停止摄氏 可以在1摄氏度至3摄氏度的水体中 安全度过150天左右的月冬季 松河鲤为杂质性鱼类 置于其浮游动物为食 直到体长3厘米以后 可投喂人工饲料 为了解决饲料来源问题 在养殖松河鲤的过程中 可以在鱼苗培育阶段 加喂蛋黄水 以解决天然睡口饵料不足的问题 松河鲤生长速度 与溶解氧有密切关系 正常生长要求 水中溶解氧 在每升6毫克 至每升9毫克 当溶氧量 降到每升3至5毫克的时候 摄氏量将下降 当溶氧量 为每升0.5至2毫克时 就容易缺氧死亡了 因此在养殖松河鲤时 要注意调节水中的溶氧量 以保证它正常的生长 松河鲤具有较强的避光性 主要生活在水体中底层 适合与其他鱼类混持饲养 另外除了具有以上这些生活习性 它还具有生长快 肉质好 繁殖率高 抗病和抗旱能力强等生产性能 好了我们了解完了 松河鲤的基本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饲养松河鲤都需要什么样的场地 松河鲤的养殖场应该选择建在周围没有污水 粉尘有害气体等污染源的地方 养殖场应有中足的水源 良好的水质供给 养殖水质溶解氧应该在每升6毫克 至每升11毫克 透明度20厘米以上 皮质值在7至8左右 氨氮每升0.5毫克以下 亚硝酸盐每升0.05毫克以下 硬化轻不得减出 水质要符合国家淡水养殖水质要求 池塘的土质最好为达土 池塘形状应整体有规则 最好以东西肠南北肠的肠方形 为保证池水交换充分 池塘应设有进水和抽水泵 以便于进水和败水 池塘要有一定的坡度 以便于执行保持消毒和肝肠骨 另外每个池塘配备森养鸡一胎 每口池塘配备自动投尔鸡一胎 这养殖松和里之前 你还要为它准备好食物 什么样的饵料更适合松和里的口味呢 松和里是杂质性鱼类 体长三厘米以下的鱼苗 主要吃食轮虫等浮游动物 这就要求在动物性饲料方面 下些功夫 可以在鱼苗培育阶段 清糖后每亩失芭蕉肥 三千千克 以培养轮虫等 作为适口的天然耳量 人工配合饲料 在松和里养殖中间 也必不可少 体长在三厘米以上时 主要是四位全价配合 硬质沉性颗粒资料 它们的主要成分是 鱼粉 豆粕等 要求粗蛋白含量达到28%至32% 如果您也想规模养殖松和里 那就要从选择青鱼开始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青鱼捕捞的季节了 渔民们心里都清楚 青鱼是明年收成好坏的起点 不能让自个儿家的鱼 数在起点上 因为松和里的性线 一年只成熟一次 一般是每年的6到7月份性成熟 青鱼要选择体质健壮 体表完整无伤 体型较好的个体 雌鱼最好24至48月0 体重2000克以上 雄鱼最好24至36月0 体重3000克以上的鱼 作为轻鱼 组合里个体间的成熟度差异很大 因此 每次催产 必须严格选择成熟度一致的亲本 以保证催产率 受精率 孵化率 以及鱼苗的成活率 轻鱼成熟的标准是 雌鱼腹部膨大 卵巢轮廓明显 腹部柔软而富有弹性 蟹脂孔稍突 微红 雄鱼胸脐 腹脐有圆锥形突起 手感粗糙 轻压腹部蟹脂孔 有粘稠或细线状乳白色精液流出 选择好鲸鱼后 就要将鲸鱼转入室内鲸鱼池进行饲养了 因为室内饲养更易于管理和繁殖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对室内鲸鱼池有什么要求 室内鲸鱼池要求面积在100至200平方米 深度1至1.5米左右 铸排水方便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室内鲸鱼池的表面必须平滑 因为松河里产的是粘性卵 容易与地面粘接 而吃地平滑的话 会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方便收取卵力 所以一般用瓷砖铺设 就很好地解决了收集卵的问题 良好的水质环境对鲸鱼产卵非常重要 冲水可以改善水质 并可满足鲸鱼对流水的要求 这个阶段以冲水作为水质调节的主要方式 每周两到三次 水质要符合国家淡水养殖水质要求 现在洞房已经为青鱼们选择好 我们马上就要接他们入住 反应下一代了 松河里的繁殖啊 一般采用人工繁殖的方式 把一比一比例的松河里雌雄鱼 放入青鱼池以后 为青鱼池注入心水 并保持池水流动 这样才可以更加有助于 青鱼发情产卵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为松河里进行人工催情产卵 为了保证养殖的同批鱼苗规格的一致性 便于进行集约化人工养殖 一般采用人工催情产卵的方式 松河里的催产药物和剂量 分别为每千克雌鱼 用注射用溶醋性素200国际单位 醋黄体素释放激素A2 3.5至4每克 马来酸底欧酮 1.5至2毫克混合后 再按照每5毫克混合液 用2毫升葡萄糖注射液的比例稀释 每4千克雌鱼注射2毫升 雄鱼计量减半 注射部位通常在轻鱼胸气肌部 可以将针头与鱼头乘40至60度角 插入0.5至1厘米 徐徐注入催情药液 从注射完催产针后到发清产卵这段时间 称为效应时间 效应时间的长短与水温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松和里产卵池水温为 20-2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 效应时间达10至14小时的时候 就可开始产卵排精了 接下来就是受精了 目前松和里受精是 以人工受精为主 松和里的人工受精一般是指 用人工的方法将卵子和精子 收集在盆里并搅拌 具体的方法是 先将催情后 私鱼的卵子挤在盆子里 再将雄鱼的精子挤在盆子里 然后用羽毛将精子和卵子充分搅拌 使精子和卵子充分的融合 这种方法能够提高受精率 下面我们以孵化环道孵化为例 介绍一下松和里的孵化方法 我们还是来看看 这受精卵的新家孵化环道吧 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关系着 受精卵的成活率呢 孵化环道呈圆形 分内环和外环 内外环道由木数为200至300木的滤网隔开 防止于卵进入内环 内环主要控制水面的高度和进水量 外环也叫孵化池 不断地流水和增养 保证卵的发育 孵化用水在符合国家淡水养殖水质要求的基础上 还要满足以下条件 孵化室温范围为7-13摄氏度 最室水温为9摄氏度 还要注意 孵化用水的溶氧量 应高于每升6.5毫克 要保证水体时刻处于流动状态 300至500千克水量 放受精卵100至200万粒 可以先把受精卵放入孵化环道的筛卵网上 网目一般50至80目 卵的直径是3-5毫米左右 操作人员在卵筛中轻轻搓开卵块 成立的卵会通过卵筛漏下 落到孵化环道里面 这样就可以完成卵的分离 分离过程要保持流水和充氧 防止于卵缺氧死亡 从进入孵化池开始到第五天这个阶段 叫受精卵孵化阶段 孵化环境和孵化设施都达到要求后 就进入到受精卵的孵化管理阶段了 这个阶段主要是防止于卵缺氧和做好消毒工作 用刺甲基兰对孵化环道进行消毒处理 按照说明书使用即可 以防止水没病 提高孵化率 消毒过程中要进行充氧 并不断进行搅动 以避免于卵缺氧 一般五天以后就能发育成发炎卵了 从第五天开始到第十天这个阶段 叫做发炎卵孵化阶段 能够明显的看到卵的变化 这个时期继续留在孵化环道里 不需要加位任何饲料 但应注意溶解氧 水温以及PH值的控制 避免发炎卵因水体环境变化而死亡 孵化环道的水流速在每秒6至7米 溶解氧控制在每升6到7毫克 水温10至13摄氏度 PH值控制在6.5到7之间 一般从第十天发炎卵破壳开始 就可以转到平油气的管理了 松河里的平油气的孵化 是指从11天鱼卵破壳开始 到13天这段时间的管理 这个阶段 松河里鱼苗还是靠吸收自己 卵黄囊的营养生存 这个时期 溶解氧控制在每升6到7.5毫克 水温10至15摄氏度 PH值控制在6.5到7之间 孵化环道的水流速在每秒4至6米 大概在14天左右 卵黄囊就消失了 卵黄囊的消失 标志着这个孵化环节的结束 接下来就要转到治愈器的管理了 从14天以后直到4个月的时间 叫做治愈器 这个时期就需要在室外的治愈池饲养了 这治愈池有着什么样的要求呢 治愈下汤前7至10天 要用生石灰彻底清糖消毒 干法清糖时 每亩用量60至80千克 带水清糖时 每亩每米水深用量100至150千克 清糖后要时发酵粪肥 也就是肥水下糖 一般情况下 每亩要适用100至150千克 发酵粪肥做积肥 这样可以培养轮虫等 作为鱼苗下糖后的适口饵料 放养的时候 要注意盛放鱼苗容器里的水温 与池塘水温 温差不超过3摄氏度 在黑龙江哈尔滨地区 放养密度以每亩10到20万枚为时刻 并应该是同批繁殖的鱼苗 要一次放足 以保证规格整齐 这段时间主要以水中的浮游生物为时 为提高成活率 每天自喂两次蛋黄水或豆浆水 每天投喂三次 分别是上午9点 下午1点和晚上7点 每立方米自喂1到2个蛋黄为好 溶解氧应在每升6.5至7.5毫克 水温9到13摄氏度 第一质值控制在6.5至7.5之间 同时要分期注水 至于苗下糖时 持水一般在40到70厘米左右 以后每隔5天注水一次 每次注水15至20厘米 直至120厘米左右停止 以改善水质 促进生物饵料的繁殖和鱼体的生长 经过四个月的精心饲养 松和鱼就进入到幼鱼期了 幼鱼是指4月0到12月0的松和鱼 这个时期的幼鱼一般不需要转糖饲养 我们通常会采用 为置鱼池注入薪水 提高睡眠高度的方法 来继续养殖松和鱼的幼鱼 这个时期就可以投喂微粒而料 饲料的粒茎 必须随于的生长发育 逐步调整 做到适口 逊时的时候要设置头而台 在固定时间投喂颗粒饲料 每日投喂两到三次 日投喂量为体重的4%到12% 每次投喂时间为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并根据天气、鲤鱼设施及活动等情况灵活掌握 松和鱼月冬的时候 要将池水排出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 然后注薪水到最高水位 以保障水的含养量 跃动管理最主要的就是清雪 冬季下雪之后要及时的清理 这样可以使阳光透过冰面 使冰下的肥油植物产生氧气 保证鱼类跃动的安全 生长满12月龄的松和鱼 重量可达300至500克 就可以转入到商品鱼池进行商品鱼的饲养了 松和鱼商品鱼是指 超过12月龄的鱼一直饲养到24月龄左右的松和鱼 商品鱼池的水温和幼鱼池的水温温差不超过3摄氏度 松和鱼商品鱼放养密度为每亩800尾左右 套养20%到40%的莲、雍、鞭等鱼种 投喂充足的饲料和保持良好的水质是这个饲养阶段的关键 投喂饲料对加速松和鱼商品鱼生长提高产量非常重要 热量一般掌握在鱼体重的5%到12%左右 在黑龙江地区4、5月份水温较低 应该减少投饲料 6、7、8月份是鱼类摄氏旺盛期 生长快可以增加投饲料 要投喂含蛋白质30%以上的颗粒饲料 建议饲料配方为 鱼粉6% 豆粕65% 玉米11% 麾皮15% 微量元素3% 投喂饲料应该坚持执行定位、定时、定量和定制的四定原则 投喂饲料应该有固定投尔点 以减少损失 便于观察松和鱼的摄氏情况及残渣的清除 天气正常时 每天投射时间应固定 一天要投喂两次 分别为上午8点到9点 下午6点至7点 投尔应该天天坚持 投喂饲料应该做到适量、均匀 防止过多或过少 日投尔量为体重的5%至12% 所投饲料必须新鲜 不要用腐败的饲料投喂 以免发生鱼病 投喂过程中 还要根据天气、水温和摄氏情况 灵活调整 经过两年的饲养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 当松和鲤长到2-3千克的时候 便是收获的好时节了 由于松和鲤属于中底层鱼类 所以在捕捞的时候 最好能够将池水排干 或者是剩下很少一部分的时候 用网拉出来就可以了 近年来凭借着众多优点 松和鲤在帮助广大水产养殖户 提高养殖效益 增产、增收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这样的鱼类品种 来丰富我们的水产养殖 带领更多的人发家之族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想查询栏目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